《移星子沙》 移星子沙作为中国陶瓷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它不仅墙内繁花似锦 在海外也是大放异彩 今天我们通过这把镂空方胡 来了解一下移星子沙流向海外的过程中 所发生在背后的故事 这把镂空方胡是清代移星陶宫 为外销贸易所定制的款式 它采用双层结构 内层是密闭胡胆 外层通雕花纹 与镂空的胡盖遥相呼应 这种镂空雕饰 制作极其复杂 难度较高 体现了移星陶宫的妙手匠心 通过这把茶壶 我们可以想象到 这些流向海外的移星子沙 在向世界各国展示其精湛技艺的同时 也在向我们诉说着它 远渡重洋 飘洋过海的经历 史料记载 16世纪到17世纪 移星子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已经参与了中国的海上贸易 与文化传播 它的外销区域 不仅有日本东洋 以及印尼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等南洋地区 还有英国 荷兰 法国 德国 意大利等地 在欧洲 移星子沙不仅成为王公贵族 大成富商 竞相追逐的收藏品 还一度成为欧洲陶瓷竞相 绑造的典范 对当地的陶瓷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学者奥兰田 在明治期间所著的《明湖图录》里 就收藏了32件名贵紫砂的图片资料 明治10年 日本还曾聘请紫砂艺人金士衡 到常华市 传授紫砂陶的制作技艺 在南洋 于1845年沉没的狄沙如号 金打捞后 发现了近300件较为完整的紫砂壶 以及许多紫砂残片 这些都可以证明 当时外销紫砂的数量之多 宫中宴说大兵湖 海外尽求名远碟 这些流向海外的疑心紫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不仅是商贸交易的载体 更是文化传播的使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 疑心紫砂既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